两岸一家亲,共序陈宫情 郑陈宫诞辰395周年纪念活动 6月11日,在陈宫故里福建省南安市举行 两岸知名人士及郑陈宫宫庙、郑氏宗亲代表等300多人共相胜举 献猪文、献香花、献鲜果 当天,在南安郑陈宫祖庙内 两岸信众各界人士寻古老而传统的仪式共祭郑陈宫 期盼两岸和平共进 在台南南安商会秘书长周芷如看来 两岸共同纪念郑陈宫诞辰意义深远 因为郑陈宫他可以算是 他不只是一个民族英雄 他更是我们的一个海洋文化的代表 郑陈宫文化的精神本身也就是属于福建米山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希望说未来呢 我们可以让台湾的年轻人呢 他能多来南安 然后以南安的风舟为一个沿雪的基地 那来认识我们米南文化的起源 然后去把我们的米山文化 还有这个海洋文化呢更加的深刻认识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 在台湾 洛尔门 安平古堡 延平巨王池等与郑陈宫相关的文物遗迹遍布岛内 供奉郑陈宫的池 尿 糖约有170多处 信众达200多万人 而在一水之隔的陈宫固陈南安 也分布着水师寨 国性性 以及郑陈宫林园等众多景点史记 我觉得说有必要再继续加深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互动 那么可以透过旅游的方式 可以透过这个省签的方式 让这个两岸有关郑陈宫的这个精神 让他的文化能够继续去延续 那么最重要的是说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它其实才是最基本的一个根本 近年来 南安已先后举办了五届郑陈宫舞化节 和纪念郑陈宫收复台湾355周年系列活动 并组织郑陈宫祖庙今生首度赴台巡游会乡 纪念郑陈宫的各类活动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两岸民众参与 也成为两岸民间交流中 最富含海峡文化特色的平台之一